女孩深夜回家 遭遇歹徒袭击 等她再次醒来 医生告诉她 歹徒在她的眼睛上喷洒了不明液体 损害了视觉神经 艾伦崩溃大哭 想找歹徒报仇 可警察却一无所获 只留下一句他们还会继续调查后 远在他国的弟弟帮她请了登南护工 安排他们住进市中心的公寓 这里一应俱全 护工每天准时抵达公寓 向艾伦介绍房中的一切 家具放在什么地方 墙只是什么颜色等等 为了让艾伦适应新世界 护工还会教她盲文 教她如何使用电脑 不久后艾伦已经适应了新生活 可她也发现了一场 两扇相隔不远的窗户 一扇车水马龙热热闹闹 一扇安静的可怕什么也听不到 而且楼下的警铭声 每天准时响起 没有那天晚过或早过 比她大姨妈还要准 房间里的电视机也是 无论她调到什么台 听到的都是盲音 她想联系亲缘 可电话从来没有接通 这让她越来越暴躁 忍不住将气撒在护工身上 过后艾伦又觉得对不住护工 向她道歉 好在护工人不错理解艾伦 不仅帮她买了导盲帐 还给她带来一只鸟姐妹 绿色小鸟一秒变蓝 因为看不见 小鸟什么颜色全靠艾伦想象 它被关在笼子失去自由 没了视力的艾伦何尝不是被关注的鸟 能听到外界的声音 但却不能和其接触 这天夜里艾伦在通风口听到了女人的哭声 她怀疑女人被家暴了 于是她在邻居家门口留下纸条 邀请邻居过来喝茶 第二天邻居登门拜访 当艾伦问起昨晚的事后 邻居却镇定如初 解释没发生什么 可艾伦明明在她脸上摸到了伤口 邻居突然紧张趴在她耳边 说出了一句诡异的话 艾伦立马报了警 警察登门拜访过后 就告诉艾伦 艾伦再次找到邻居 却意外碰到邻居的丈夫 虽然看不见 但男人身上散发的恶意 让她不含而树 男人恶狠狠地警告艾伦少管闲事 艾伦更加坚定邻居遭到了家暴 他找到护工让他报警 护工却在这时向他表白 还说自己早就暗恋艾伦 因为工作操守才没说出来 可他实在忍不住了 那态度就差没把我看不上你写在脸上 但护工还没有放弃继续告白 说他们可以发展成超越朋友的关系 甚至还抢稳了艾伦 吓得艾伦连连后退 护工这才作罢 收拾东西离开 可不久后房门再次打开 艾伦以为护工还在生气 向他道歉 解释自己看不见又联系不上朋友 所以情绪才有所激动 可他突然感觉眼前的人气场恐怖 和袭击自己的人一样 艾伦赶紧反抗 但他根本不是对手 被男人掐住脖子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已经回到床上 急救员正在帮他检查 确认艾伦身体没有异常后 他就离开了 然而他刚离开护工就出现 艾伦抱住护工寻求安慰 艾伦感觉闯进来的人 就是那晚袭击他的凶手 态度强硬地要求波伦警官回来 不到十分钟波伦警官出现 表示监控里没有异常 一整晚都没有陌生人出现 接着又提到艾伦的闺蜜 说他们在艾伦车边 发现了闺蜜的脚印 袭击他的人很可能就是他闺蜜 而且六年前 闺蜜曾对同事的妻子 做过类似的事情 艾伦不敢置信 难道今晚也是闺蜜 然而波伦警官却说今晚没人闯入 他怀疑是艾伦精神错乱 幻想了这场袭击 艾伦赶紧解释 让波伦警官去隔壁问问 结果却让他失望 因为波伦警官已经问过邻居 他们没听到声音 眼看无人相信他被人袭击 艾伦非常惶恐 不受控地开始自我怀疑 波伦警官离开后 他突然不想活了 从窗台一跃而下 没想到却因此发现了 更恐怖的现实 盲人女孩绝望地 从酒楼一跃而下 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下一秒 他安全无恙地从地上苏醒 艾伦不敢置信 要知道他住在酒楼 楼下是人来人往的街头 从上面跳下 怎么可能毫发无损 他颤抖地站起向前探索 结果却摸到一堵墙 他继续往前摸去 这里除了墙还是墙 更恐怖的是 熟悉的警民声准时响起 原来他自从被毒瞎后 就一直活在谎言中 护工骗了他 艾伦踩着音响 伸手一抓就抓到酒楼的栏杆 他翻过栏杆回到房间 现在最要紧的是 从这里逃出去 他打开房门来到电梯旁 可当他按下开关 电梯却没任何反应 艾伦去掰电梯门也没反应 他沿着墙壁摸索 惊恐地发现这里 除了墙还是墙 艾伦绝望至极 究竟是谁费尽心思袭击自己 又给他捏造了这样一个完美的谎言 艾伦想起邻居曾经的提醒 他找到邻居 邻居刚好回来 假装翻包拿钥匙开门 可艾伦却知道这扇门也是假的 这里根本没有假 他随便找了个借口 将邻居骗进房里 打开水龙头 将打火机扔到地上 一把按住即将起身的邻居 以此躲避房中 可能存在的监控和录音器 然而邻居却不愿说实话 惊恐地站了起来 就在这时邻居的丈夫 恰好回来接走了邻居 更巧合的是 邻居和她丈夫刚离开 护工就来给她送礼物 艾伦不想再被隐瞒 直接摊牌 没想到护工却说 这里确实不是公寓 而是一家专业的理疗机构 专门帮助像艾伦这样的病人 回归正常生活 而女邻居也是患者之一 我并不相信你 这地方是 是保持你健康 护工继续解释 似乎真的是为了艾伦好 艾伦看起来被说服 任由护工帮她包扎伤口 护工离开前习惯地敲了两下桌子 这让艾伦想起自己遇袭后 但凡出现过的人 似乎都有这个习惯 无论是最开始的医生 还是之后的警察 亦或者是邻居的丈夫 他们都有这个习惯 排除无数可能之后 剩下的即使再不可能 那也是真相 他们可能全是一人扮演 那就是起初袭击她的凶手 女人遭遇袭击 被人喷洒不明液体瞎了眼 歹徒还假扮护工 将她囚禁在暗无天日的仓库 艾伦假装淡定 让护工坐下 自己去准备晚餐的酒水 到酒时他特意去确定了刀架的位置 随后假装不小心 将杯子扔到地上 趁护工弯腰去捡食 迅速转身拿到刀架狠狠砸在护工头上 还不放心特意诱补了一下 然后从护工身上摸到钥匙 还找到一个电机棒防身 艾伦跑出房间 沿着墙壁摸索 用钥匙打开邻居家的房门 里面果然不是住宅 而是一个冷冰冰的仓库 突然艾伦摸到了一排衣服 他仔细分辨 发现这些衣服刚好对应他见过的每个人 原来他们真的是歹徒所办 可他想不明白歹徒袭击他之后 又扮演别人来照顾他究竟是为什么 艾伦自认身上没有值钱的东西 就在他思索时 前面突然传来一阵哭声 他寻着声音找去 来到最初他所待的病房 女邻居就被关在这里 然而女邻居却没有反应 还告诉艾伦这里是家 原来邻居是护工的妹妹 他们是彼此唯一的亲人 而她已经完全被护工驯化 甘愿成为她的阶下囚 女邻居还说哥哥从小被父亲虐待 母亲死后更是被关在地下室三年 没人知道护工这三年是怎么过的 反正她出来后就变得控制欲极强 但凡在乎的东西都要握在手心 而艾伦是护工多年来的梦想 谋划多年后 终于建成这个仓库 趁机弄下艾伦 将她带进来亲自照顾 得知一切真相的艾伦只觉恶心 她要带着妹妹一起逃走 可妹妹却不愿离开 告诉艾伦 艾伦听罢只好原路返回 但她刚出去就撞见苏醒的护工 被她抓住导盲帐 拖回房间 这里正是护工的房间 这正合艾伦的意 她一边耐心安慰护工 一边用耳朵仔细去听 确定通风管道的位置 然后趁护工不备 艾伦摸到剪刀剪开绳子 撬开通风管道 可管道口太小 她无法通过 但她在里面摸到了一个小瓶子 艾伦打开一蚊 味道熟悉无比 这就是让她眼下的神秘药水 而这也是妹妹口中的 艾伦拿着药水逃跑 可很快就被护工追上 将她压在地上 艾伦用力一喷 口中的液体全洒在护工眼睛上 护工躺在地上痛苦的哀嚎 她也失去了眼睛 艾伦拉着妹妹离开 只留下护工摊在原地 妹妹帮艾伦打开仓库大门 艾伦久违地感受到了 风的自由阳光的温暖 最后她重新拿起小提琴站在舞台上 可她真的逃出牢笼了吗 回到音乐家身份的她 会不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牢笼 成为另一个龙中鸟呢 这部电影盛在对盲人的解读 一个正常人突然被剥夺视觉 被丢到陌生的环境 内心会不受控制的迷茫 一切都脱离掌控 主人公要在这样的情况下 找到一个让自己幸福的真相